浙江宁波北伦梅山梅西村的三十多学坟墓近日被人偷挖盗窃 这些坟墓的墓主大多是于明国和晚清时期 墓中一般有较多的陪葬品 这些被盗的坟墓位于北伦梅西村南深自然村的沙里山上 村民张女士家被挖的是他爷爷奶奶合葬的坟墓 现于明国时期 张女士说被盗的远不止他们一家 山上还有一些被挖的坟墓 村民们上来不及修缮 这座坟墓正中间就被挖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口子 村民说这些盗墓者先把前面的石围推倒 再用一些专业的工具把里面的石块切开 据一些村民反映 当时看到过一些可疑的陌生人进入村子 而且还带着一个小孩 现在看来这些盗墓者很可能是利用小孩子爬入墓穴进行盗窃 从被盗的坟墓来看 盗墓者的选择意图十分明显 冲的就是年份老的古墓 因为在民国和晚清时期 大都保留着后葬死者的风俗 据了解 这座山上安葬的大多是当地村民的祖辈 对于祖坟被盗挖一事 当地村民都表示非常气愤 记者从梅山派出所了解到 警方目前已经接到了相关群众的报案并且立案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 一定kok一 cần 我们对宗坝 加 断 感谢观看